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交点事件记者孙琼里,这段影片录影的时间是5月25号,我们前往G7广岛峰会采访的子豪碧维和郁杰已经回来了,现在除了已经刊出的报道和解读之外,还有主要是广岛核爆受害者的访问,稿件整理之后还会陆续刊出,敬请大家期待。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G7峰会期间,5月18、19两天,中国跟东亚五个斯坦国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它的实质作用可能还要再观察,今天我想从一个比较历史的重切面整理一下它对内和对外象征的意义,以及隐藏或者说也已经隐藏不了的矛盾。 G7峰会的采访,我觉得就连我没有去留在台湾支援配合的人都觉得收获很多,这次三个人五天四夜的行程在非常节省的情况下花了大概12万,回来之后已经让我们的财务捉襟见肘,存款要发不出薪水了,不过我想这些工作也正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再穷还是得做,而且要继续做。 所以再拜托大家踊跃捐款支持。 中国中亚峰会今年是第一次办,之后计划每两年一次,一届由中国办,下一届就由中亚五国办。 今年因为刚好跟G7峰会的时间是相叠合的,所以就被认为有跟G7较劲的味道。 不过呢,也在这段时间举行的峰会啊,不只是这个,5月9号到11号,在印尼的东协峰会。 那另外呢,就是也在5月19号办的阿拉伯峰会,这个还是叙利亚阿塞德在睽違12年之后第一次参加。 要说世界上啊,不止G7的意义,或者是实质影响力啊,这两个峰会都比中国中亚峰会大得多。 你要说他们都在跟G7较劲呢,也都行。 中国中亚峰会跟G7峰会的排场摆在一起啊,马上我就看到一些比较。 有人说啊,中国中亚峰会呢,铺张啊,俗艳啊,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不好嘛,大家过得不好嘛,所以说有些抱怨。 也有人说啊,G7峰会寒酸啊,这种排场或者是美感的问题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了。 不过我想要先来讲讲我看到中国这个排场的意义。 这次峰会的地点是在西安,如果从它是距中亚最近的最大都市,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这些位置来看的话,当然没有什么可议论的。 但是西安这一次的意义啊,不只是西安,中国刻意的让它跟古代的长安叠合了起来。 峰会的地点选在大唐芙蓉园。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它自古就是一座豪华的皇家陵园,最早的时候呢,是在秦朝的宜春院,是皇家禁院,上陵院的一部分。 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啊,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了芙蓉园。 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大规模扩建,还从大明宫啊,盖了一个夹层,直接通过去。 离歌高处入清云啊,鲜月风飘处处吻,正是大唐盛世荣景的代表。 我念这个长恨歌啊,在古代大概就要砍头了。 因为这个后面接的就是鱼羊皮股动地来,惊破霓裳与一曲。 处皇上的眉头,大逆不道。 跟唐连结起来啊,这个安排有它特别的意义的。 有很多人提到了,是不是习近平要学唐太宗李世民做天克汗呢? 其实这也就算了,个重要的是啊,李世民是怎么做上天克汗的呢? 贞观四年,也就是西元六百三十年,李靖平东图厥,然后把这个杰利可汗给抓起来。 西域诸部啊,就尊李世民为天克汗。 天克汗这个称号啊,不只是一个尊称而已啊,它代表着一个国际政治的体系, 它又被叫做天克汗体系,不只是李世民啊,在他之后高中,武则天,中中, 锐中,玄中,宿中,戴中,一直到德中,李阔,都接受过这个称号。 代表着这个体系啊,一直维持了一百多年。 其实啊,在最早啊,接受天克汗称号的时候啊, 李世民是有些犹豫的。 他问道,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是乎。 这边所谓的下行,当然是觉得,当这些藩帮的首领啊,是不是贬低了我做皇帝的地位啊。 后来的运作呢,天克汗的意义是以皇帝之号行克汗之事。 他是西、北各民族的共主。 除了传统意义的朝贡体制之外,更重要的呢, 他是一个以唐为中心的同心园结构。 在最内圈是唐的直属的周线。 外圈呢,是所谓机迷制度下,也是叫做周线。 原则上呢,他的首领是世袭的。 也就是啊,臣服于唐的部落的首领。 在外圈呢,就是凡属国。 他有自己的统治区域,他们的君主啊,在形式上还是要接受唐的侧风。 各成员国间的争执啊,天克汗要派员仲裁。 成员国如果说受到攻击的话,天克汗呢,就给予援助。 然后天克汗也可以调动各国的军队来组成联军啊,攻击违反同盟利益的国家。 这个东西其实不就正是现代的共同安全体系吗? 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天克汗是攻灭了东突厥之后,李世民得到的称号。 后来啊,西元六五七年,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时候,苏定方在灭西突厥。 唐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啊,那个突厥是些什么人呢? 这就跟中亚国家的关系很大。 现在从中国的新疆、中亚到土耳其,大部分的民族都属于突厥语族。 他们跟古代突厥人的血缘关系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论证啊。 不过呢,突厥这个词啊,在现在倒是产生了不一样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出现了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沙皇要把中亚斯拉夫化,要纳入这个俄罗斯的统治,就引起了中亚诸民族的恐慌啊。 于是这些突厥语族呢,就产生了泛突厥主义,要跟他对抗。 这些泛突厥主义的民族里面呢,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土耳其。 19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的时候,他们的国父凯默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其实不包括中亚地区,加上啊,中亚各国呢,后来被苏联纳入了版图嘛,泛突厥主义也就没落了下去。 不过呢,随着苏联瓦解,中亚各国独立,五国中最大的哈萨克总统啊,纳扎尔巴耶夫,还有啊,2003年起啊,出任土耳其总理跟总统的埃尔多安,重新提出了泛突厥主义。 2009年呢,图决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成立,到了2021年11月直接把图决语的那个语拿掉,更加实体化成为图决国家组织。 土耳其和中亚五国中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都加入了,一个图决民族的实体隐隐成形。 不过啊,图决国家组织的理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 中亚各国虽然独立了,但是还是在俄罗斯的后院嘛。 举个例子来说啊,去年,这是2022年的1月,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哈萨克爆发反政府的示威。 总统托塔耶夫就说啊,这个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啊,这个是颜色革命。 他们跟俄罗斯在1992年签了一个集体安全条约。 俄罗斯那个时候啊,正准备入侵乌克兰,但是啊,后院起火也不能不救啊,于是就快刀斩乱马,很快的派兵平乱。 那个时候啊,这种事情还是得靠俄罗斯,不过托塔耶夫心早就不一样,俄罗斯的前脚才刚帮过忙,后脚。 二月入侵乌克兰,他就拒绝了普丁派兵的请求。 联合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哈萨克投的是弃权票。 2022年的3月啊,刚刚发生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哈萨克阿拉木图,还出现过反俄的反战示威,被认为是哈萨克政府默许的。 后来啊,托塔耶夫越走越远,开始推动去俄罗斯化,不但和土耳其加强关系,而且还直接打脸普丁啊, 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啊,还跟中亚五国召开部长级会议。 俄罗斯的戾气都放在西线战场的时候,东边中亚这边啊,早就已经松动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媒体在讲这次啊,中国中亚峰会的时候,再说中国趁着俄罗斯老大哥有难,到他的后院挖墙角。 这当然是不错啊,不过对普丁来说,恐怕被中国挖墙角已经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中国中亚峰会,除了俄罗斯之外啊,现在中亚各国的另一个老大就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在2019年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下台之后呢,他就俨然是图决主义国家的共主。 不过土耳其二月大地震,埃尔多安碰上主政二十年来最大的危机,在5月14号第一轮总统大选跟基里达欧鲁杀的难分难解,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分出胜负。 这对中国来说,中亚现在真的是小孩不听话,加上家里没大人了嘛。 在峰会里面呢,一个比较具体的宣誓,就是这个中级乌铁路,它的全长啊523公里,其中有213公里是在中国,220公里在吉尔吉斯,50公里在乌兹别克。 早在1997年三国就签了备忘录,不过呢,到今天已经26年了,为什么没动?因为俄罗斯。 这条铁路啊,一贯通啊,就打通了一个中国可以绕过俄罗斯向西,通往土耳其,欧洲,向南可以到达伊朗的通道。 中国跟这些区域啊,联系加强,从这里取得重要的油气资源,也可以取代从海陆经过形式复杂的马六甲海峡的海运通道。 好,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里啊,谈到过,在被迫脱欧入亚之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开发面临被中国主导的威胁,而在这里呢,则是中国在这条线上的联系加强,使得它面临了被边缘化的威胁。 比起啊,遥远苦寒的远东区,这里更接近俄罗斯的心脏地带,对它的威胁呢,更大,俄罗斯卡住中吉乌铁路二十几年,对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施压,要求铁路轨距啊,必须依照俄罗斯的1520公里的宽轨,而不是中国的1435公里的标准轨。 铁路的轨距呢,也跟区域一体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刚好也深深地卡在中俄关系的历史伤痛里。 1890年代,沙俄时代建设直川中国东北到达海参威的东清铁路,就是采用和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俄罗斯宽轨。 虽然从中国通过,但是陆权属于俄罗斯,俄国还派出护陆军来把守,等到日本的力量进入东北, 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胜俄国,签订了普斯茂斯条约,取得东清铁路的南段,改名南满铁路,再改成标准轨。 我们可以看到,轨距这种东西也代表着不同帝国力量长驱直入的路径。 而同样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终于没有办法再挡中吉乌铁路,也不得不放弃在轨距上的坚持。 5月18号,中国中亚峰会的重头戏,也就是中吉乌三国签署备忘录,专案可行性的研究告一个段落,下半年要开始动工。 而中国中亚峰会啊,这些国家也跟习近平一起宣誓了反对恐怖主义和颜色革命的决心。 这个又是冲着在犯突厥主义的观点下,被认为是突厥民族的兄弟,东突厥斯坦,也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 对于从土耳其以下的这些犯突厥国家,中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的时候他们会表达愤怒,而更多的时候呢,则是敢怒不敢言。 透过峰会在习近平面前,这些中亚国家再一次做了交代。 中国中亚峰会啊,没找普丁,也没有找埃尔多安,这很正常嘛,因为他们很忙嘛。 那从大唐芙蓉园啊,连接到天克汗,很直接的就是跟这些自认为突厥的人的人啊,要对话。 天克汗是谁啊?不就是消灭东西突厥的那个天下共主吗? 天克汗体系是什么?不就是中国要在中亚建构以中国为尊的集团化吗? 在人和地的叠合啊,我看到的画面,透过历史场景的重现啊,呈现出的霸权态度啊,已经不只是隐喻,他如此的直白,毫不掩饰。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